把您的大肠和直肠想象成一条长长的污水管道 将小肠未消化的食物运送到直肠 并将其处理成固体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肠内表面的细胞 那些维护您污水系统的细胞 开始不受控制的分裂和增殖 慢慢形成吸肉 极小的肺癌性的增生 吸肉一开始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但是有些可能会越长越大 发展成癌性肿瘤 如果未被发现 它最终可能会扩散到其他器官 结肠直肠癌的问题在于 它起源于微小的变化 小到在疾病的早期 患者没有任何症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您可能会注意到排便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例如腹痛和不适 或持续腹泻或便秘 有时您可能会摸到腹部有肿块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也可能是一个征兆 那么谁有风险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50岁以上的风险因素会增加 如果您的家族有结肠直肠癌病时 或结肠吸肉病时 您也可能有较高的风险 如果您患有炎症性肠病 例如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 或者如果您的饮食包含过多的高脂肪 低纤维和加工食品 或者长期久坐的生活方式或体重超标 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通过筛查尽早发现吸肉 例如进行结肠筋检查或乙状结肠筋检查 医生将内窥镜插入结肠 以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 如果患者接受结肠筋检查的风险较高 则可能建议进行CT结肠筋检查 另一种筛查方式是 使用粪便免疫化学测验 来检测粪便中是否存在血液 粪便中存在血液 即使是微量 也可能表明这些吸肉的存在 这是早期结肠直肠癌的征兆 结肠直肠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通过早期发现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您可以保持您的污水管道顺畅 让您的身体保持最佳状态